寻求历史答案 走进直播历史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在收藏界 好多藏有的宝物都是以物换物的形式换来的 只要是双方都认可 这交易就能成 可是宝物是换来了 值不值呢 还得请专家 在一次健保节目中 一位男子抱着一尊八臂佛像 找到专家鉴定 最藏有介绍 自己遛狗时发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而在道教中 佛教最高的境界是要升天的 升天就要有翅膀 其二 斗母在道教中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神 斗在汉语中是心斗的意思 而母是母亲的意思 所以这尊佛像是诸多星星的母亲 地位比较尊贵 从佛像的发式和衣式上来看 所表现的也是一位女性佛 而不是男性无视的装扮 其三 刺断代应该在明代的佳境时期 所以专家鉴定其为真品 其价值应该与所换的藏傲等值 是个不错的佛像 那么 大亚